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NEO的純粹不理性T-POP,我是鯊魚 那首先呢,就要先感謝各位聽眾對上一集社群蜜糖毒藥的支持 社群蜜糖毒藥這一集呢 應該算是開播以來就是它的上傳第一週之內收聽數最多的一集 所以呢,覺得非常的開心,想要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從這一集也看出就是大家比較有興趣的主題 可能是比較像比較這種這個方面的 那這一次這個禮拜呢,也是受到觀眾的啟發 就是因為我在IG問大家有沒有什麼煩惱需要解決的 然後就剛好有一位聽眾呢,講了一下自己的煩惱是 要怎麼樣可以習慣自己一個人這樣的問題 那,就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就是打一打發現,欸好像有 就是沒辦法三言兩語把這個主題的重點講完 或者說這本來就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吧 所以沒辦法那麼快的講完 然後就順便調查一下有沒有其他人也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因為我沒想到居然收到了有史以來最多的YES 就通常問這種問題就是如果大家沒有那麼真的那麼有興趣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會按 所以呢,這次算是收到了滿多YES 所以我就決定說好吧,那既然就是還對這個禮拜的新的一集沒有什麼靈感 所以呢,就決定用這一集來跟大家聊一聊獨處的事情 那這一集呢,就叫做獨處是自我的解放 所以就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簡單就是要怎麼樣習慣跟自己相處 然後漸漸喜歡獨處的秘訣是什麼之類的 那今天的話呢,就我想說主要分成三個階段好了 然後第一個階段的話應該算是最重要的一個階段 就是養成這個習慣的一些初期的前期的準備 就是還沒有做任何具體的行動之前的一些具體的心理準備 因為我覺得這是養成這個養成習慣的基礎 對,然後應該這個第一個階段還是會花最多篇幅 雖然說可能會覺得說這不是時機 時機要做的任何事等等 但是其實這個部分如果沒做好的話呢 後面就會很難繼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階段是蠻重要的 然後第二個階段的話就是偏重一些實際的做法 那實際的做法可能就是根據我的經驗會觀察 然後整理出一些 整理出一些比較可能有幫助的方法 然後分享給大家這樣 第三階段的話應該就是 Focus在一些簡單的注意事項 那今天就差不多架構是這樣 那我們就進入第一個階段吧 第一個階段可以把它稱為心態調整 那養成習慣的話其實很大的一個困難 因為原本可能並不是那麼想要做這個習慣的事情 應該說基本上如果今天會講說 想要習慣一件事情 不管是主動也好被動也好 你想要習慣一件事情這個心態 其實就是會出現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一定是你目前暫時沒有辦法維持 或是沒有辦法做那麼簡單做到的嘛 要不然的話呢 要不然如果那麼簡單的話 其實就可以直接做就好了 幹嘛要提說想要養成習慣 或是想要習慣這件事 就不會有這樣的心態了嘛 所以其實重點是 就是想要習慣的這個事情 一定是你覺得做到它有一些阻礙 或是沒有那麼容易 或者甚至是你內心深處 有一點排斥的事情 那為什麼第一個步驟一定要講這個原因 是因為呢 如果我們沒有在心態調整的這個階段 就是做任何實際的動作以前 就先把對於這個這件事情的阻礙 都把它就是內心上的阻礙 或是之類的都把它去除掉的話呢 到後面我們真的開始做一些 要改變的行動的時候 那一些因素就會出現 然後就會影響自己 然後導致自己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繼續做任何 規劃好要做的事情 所以在第一個階段 就是任何習慣 任何習慣都一樣 就是也不一定是獨處 像是如果是今天想要養成早起的習慣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你的阻礙可能就會是你早上起不來啊 或者是就是很累之類的原因 所以沒有辦法沒有辦法起來 但你一定要去排除就是 排除你心裡就是對於早起這件事情 排斥的一個心態 因為如果你沒有去排除它的話 就等到那個早上要起來的時候 你一想到 一想到就是 喔好想睡喔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就直接失敗 你就覺得起不來 所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在養成任何習慣之前 你一定要先 把所有 就是 讓你無法達成這個 讓你無法達成這個習慣的 一些障礙物全部都排除 然後呢一定要想辦法 說服自己說 這個習慣是你真的想要 你真的想要養成 真的想要做到的 因為如果沒有辦法 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完整的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披漏的 說服自己的話 到後面 因為你維持一個習慣不容易嘛 所以你 要做 你在做 你在做那些事情的時候 很容易 只要一 只要一想到 一些 就是你的阻礙 或是一些心裡的 內心的魔鬼 只要一跑出來的話呢 後面就會直接動 很容易就是會動 然後堅持不住 這是人之常情嘛 因為如果你本來內心 就有那麼一點點 不想做這件事 然後在你堅持不下去 痛苦的時候 一想到那件事 你就會 就放棄這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一定要 先在第一個階段 就要先說服自己 那我們回到 關注在 獨處 獨處 就是養成 就是要怎麼樣習慣獨處 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可以先分析一下 自己的現況 那我就大概 拿一下 我覺得現代人 比較都有的一些 阻礙獨處的一些現況 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我覺得有幾個 簡單的原因 像是 大家都會講說 比如說從 一些古西亞的人 就會說 人是社群的動物 所以大家就是會覺得說 就會習慣去社交吧 應該這樣講 可能多數的人 當然還有 有部分的人 天生就比較 不喜歡社交 那他可能就沒有這方面問題 但是如果有這方面問題的話 其實現代人都是過於 反而是過於社群 就雖然說人是社群的動物 但是現代人可能 因為一些環境的影響 或是因為社群人體太過方便 可能要是古代的人的話 可能他在 他只要回家之後 就已經遠離了 遠離了社群這件事情 因為他沒有辦法聯絡到其他人啊 就是也不會有人就是 雖然說可能家裡有電話好了 但是電話 感覺都是重要的時候 才會聯繫 就是不會說 喔有事沒事 就打電話來 在那邊聊 在電話聊天這樣子 所以 以前的人相對是比較容易 就是 話區隔出自己的 的時間 但是現代人的話 可能就是因為通訊過於發達 所以就是有 反正就是各種訊息 都能夠隨時的侵入你的 你的 你的 個人時間當中 所以我自己的分析是覺得 現代人其實是 反而是 雖然人 本來是社群動物 可能 你可能一個人真的很難 就是 完全離群所居的生活 就住在山裡面之類 但是 現代人狀況比較像是 過於 就是被社群給 給腐化的感覺 就是有太多人 就是有太多人 整天都在找你 然後有太多 別人的事情整天都在干擾你的感覺 那還有一個 在跟著也有點關的 有一個點 就是說 好像會覺得說 喔自己一個人 就是有一些社會的刻板印象 會覺得說好像自己一個人就 沒朋友啊之類的 這種 覺得自己很可憐的 一個錯覺存在 就是可能 你去外面吃飯啊 你就會覺得說 喔就是大家都跟別人一起吃啊 只有我一個人進去人家餐 店員問你說 欸幾位你就說有一位這樣子 就是好像 莫名的覺得自己有一種 被歧視的感覺 我覺得尤其 好像女生更有這種感覺 就可能 像我以前也不太 會有 就是不太有 一個人去吃飯的經驗等等的 就是 可能相對於男生來說 女生又更 更困難 更困難就是有一個人 就是有 本來就有一個人 的習慣 所以 這大家就是需要好好學習 因為就是大家都會有那種 就是 自己很可憐的錯覺啊 或是 怎麼會沒有人約啊 什麼的 就是會有這種錯覺 所以這也是導致就是 大家會一直 喔好像今天中午沒有跟別人約 然後就會趕快說 欸你有沒有空 你有沒有空這樣子的 一直去 一直去找別人 就是好像沒有辦法讓自己 沒有辦法讓自己 現在 能夠一個人 這樣就覺得說 好像真的是 就是真的一個人 這個選擇 好像是 逼不得已才做的 這種感覺 那 其實現況 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呃為什麼要 為什麼應該要獨處的 原因是因為 其實 嗯 大家一直長期的都 在 人群當中的話 就是其實 你不一定會有發現 因為可能你習慣了 但是其實你只要在人群當中的話 人群就會 一定會給你 一定會讓你產生一定的壓力 因為 就是 基本上 只要有他人的存在的話 你永遠都是存 都是處在一個 就是被 被評斷 被judge 然後 有人在看你的 的狀態 雖然說也許你 也許對有些人來說 比較明顯 對有些人來說比較不明顯 或是有些人其實 沒有感受到 因為他可能就是 長期來都習慣 這樣子的 一個感覺 但是 因為 在人群當中 別人 就是你自己 看別人也好 就是你坐在餐廳裡面 就是你也 你也不免俗的 就是 看到隔壁有一個人 這樣子 然後 就覺得說 他穿的有點 這個人穿有點邋遢 會不會 就是你都會有一些common 就是對於 你看到的東西 就是你很難就是 看過去 然後完全的 除非你在放空 就是你很難就是看 不然你很難看過去 然後就什麼感覺都沒有 就通常你 只要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你會有一些 就是反射的一些 就是想法吧 例如說 喔看到一個東西 就說喔這個是綠 就會心裡想說 喔剛剛有個綠色的東西 這樣 就是會有一些 你總會有一些 你的五官接收到一些東西 總會有一些 反饋 所以 就是說 你只要身處在 人群當中的話 就是別人就是會看到 別人就是會看到你 就是一定會對你有一些 有一些common 然後這些眼光其實是 就是它冥冥中存在啊 這不是什麼神秘的事情 它就是存在 只是你可能不一定知道 然後但這些東西 就算你不知道 好了 它其實還是會在你心中 就是存在一個壓力 因為你會一直 你其實是感受到別人的視線 雖然說你可能不知道 別人到底對你有怎樣的評價 但是 你就是感受到 除非你真的對自己感覺 非常的 非常非常非常良好 就是你就是覺得 喔每個人都覺得我好漂亮 每個人都覺得我好帥這樣子 除非你 這樣這麼如此的有自信 要不然大部分人 應該都是會 因為這些眼光而 承受一些壓力的 那就是 我覺得這也是 就是容易造成 大家心很累的一個原因 那可能如果在 那種比較 呃 不認識人的環境 的話 其實反而比較還好 因為別人可能 在評價你的時候 也並不是那麼認真 他可能只是剛好看到 就喔你穿了一件 藍色的衣服這樣子 就是比較還好 但假如說你今天是 一直都處在一個 社交的狀態 例如說 可能你跟你一起 你永遠都跟 一大群人一起去吃飯 或是跟 一大群人一起活動的時候 你跟 你的朋友見面就是 他不可能對你沒有感覺吧 就是除非他把你當成空氣 就是說 你的朋友 就是見到你 就覺得喔 就是欸 可能你變漂亮 你變瘦啦 變胖啦 怎麼樣 就是就算他不講出來 心裡還是會有一些想法嘛 諸如此類的 所以 反而是 其實是跟 就是認識你的人 你約好的人一起的時候 就是心是最累的 因為就是這些人 就是 就是對你比較有 比較有感受 所以他會 就是自然產生對你一些評價 就會導致你 你的心很累 就是這樣來的 然後還有就是 我覺得 像隨著 隨著 人的成長啊 就是你的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 差別會越來越大 奇異性見分 然後所以有的時候 你可能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你就會很快就會覺得說 啊 我跟這個人的想法 好像差的蠻多的 可能他就是 就是可能是平行線的感覺 就是他可能那樣認為 然後我可能這樣認為 就是 欸也許他講的也沒有錯 你講的也沒有錯 但是 就是 可能會有一種 啊 我知道我們不是 同一個理念的感覺 那有這種想法之後呢 如果你們還要繼續的 繼續的 繼續下去 硬繼續下去 你們的話題呢 這時候就會造成你了 一些心理負擔 因為 就是其實你 你內心深處已經知道說 你們就是沒有 你們不會達成 一個 你們不會有共鳴 也不會有共感 就是你們 你們的話題就是永遠這樣子 只是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在對話 但其實是沒有 在進行一個 有意義的內容交換的感覺 所以 就是 長大之後 這樣子的 這種就是 沒有在對話的對話 比例會越來越多 然後我就 喔 喔 對對對 我有看到那個新聞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兩個人講來講去 其實 就只是在各說各話而已 但因為為了就是想要把 就可能我們今天都約了嘛 那我們就 為了把這個 這個話題繼續進行下去 兩個人就要一直 一直繼續講自己想法 但其實就是有兩根沒講一樣 因為 就是你也聽不進他的 他的他也不聽不進你的這樣子 然後 還有第二種情況 就是說 因為 也是因為講 所以其實 就是長大之後你就會 就是比較容易去跟你熟悉的 就是你跟你知道他跟你理念一樣的人 一起去講話 然後這個呢 就叫做同溫層 然後所以如果你 很長很長的一直跟 同溫層的人 就是一直講話的話 就是你自己 你只會一直 就是在內心中 一直瘋狂的鞏固自己 既有的觀點 就是一直永遠覺得說 我講的就是對的之類的 然後你也 然後你也越來越難 就是跟不同想法的人講話 因為你就是會越容易覺得說 哦 反正就是這樣啊 然後就是懶得跟他講之類的 而且其實因為 長大之後你也越來越難 就是成人之後你也越來越難 就是改變別人的想法嘛 因為就是你年紀越大 你的那個想法就越僵化 你就是已經量想的人就是量想 你也不太可能去改變他的想法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也 你跟同溫層聊天越來越巩固 遇到跟你想法不一樣的人 你們就是在那邊各說各話 所以其實這些 這種社交其實好像對自己都不太有 那麼大的好處 所以我覺得以上這些 我覺得是就是 大家現在的 現在一些過於 就是過度的在進行一些社群活動 就也不是特意想怎麼樣 可是就日常生活中就是會發生很多這種 這種 可能 讓自己心很累 讓自己卻沒有發現的一些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 你會 你可以拿來說服自己就是 想要改變自己的 想要改變這個點 然後想要習慣獨處的一些原因 因為其實這些 就把這些點點出來可能 有些人可能就可以知道說 哦 自己平常 可能就會有一種 嗯 慣性的 慣性的心累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 大家都有 就是大家每天都在發說 心好累心好累 其實可能你的心好累 雖然說可能有一個主要事件 但其實很多其他的 旁邊的一些 花邊原因的話 可能都是跟 剛剛講的這些有關 可能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離開就是 有人 會一直有順序進來 人一直跟你講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或者是 就是 或者是你太常待的人群當中 人群就是給你壓力這樣 反正這些 就是都有 那 我覺得這些就是一個 選擇獨處的好 就是讓自己選擇獨處的好原因 你可以告訴自己說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就是讓你壓力很大 你也許試試看 試試看獨處 試試看自己一個人的話 也許你就能夠 你也許你能夠遠離這些 所以獨處是能夠 為你帶來好處的 所以才會說就是覺得 獨處是自我解放這樣子 應該要 對 這些這些點就是讓你可以 就是自己思考 看看自己是不是有這樣子 有受到這樣子的壓力 然後可以說服自己 如果你想要獨處的話 這些可以增加你一些 就是覺得自己想要獨處的原因 那 其實 這些東西就是也沒有什麼 也不是說真的就是 有多不好 只是說可能它會造成一些 這些小問題可能就會造成一些 造成一些比較 比較不好的後果 例如說像是你可能 在以上這些活動當中 你就會把時間 都花在別人身上 然後反而就會忽略自己 因為 你就會每天都在擔心別人覺得 別人對你的觀感 或是別人正在對你評價 或是 別人 到底 覺得你是怎樣的人 之類的 就是你沒有空思考自己的 很多事情 就是不管是你 可能自己的未來規劃 就是說 你自己到底覺得自己是怎樣的人 你都沒有時間去想 因為你每天都 如果你都活在 就是人群當中的話 你就是會一直沒空啊 就是很忙 就覺得說 他是不是又覺得我胖了 他是不是又覺得我很機車 什麼的 反正就是你都在想一些 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完全沒空想自己的事情 你也沒空就是覺得自己是怎樣 因為都是 就是別人 別人在講的聲音都是已經太大 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其實 還有一個說服自己 很好的 很好的 就是說 說服自己獨立 很好 就像前面可能會講說 你覺得 自己一個人去吃 自己一個人出門 自己一個人吃 好像很可憐之類的 但是其實 我覺得可以這個部分 可以說服自己的 點就是說 其實這是一個 刻板 就其實很明顯是刻板印象 就是 可能以前的人 就是會比較 覺得 好不容易出去的 就是要跟別人在一起 但是因為現在其實 大家跟別人接觸的 方法實在太多太容易了 所以 這我覺得 這算是一個 社會型態的轉變吧 現在的話其實 更流行 更流行獨立 因為現在的人 反而是離不開 就是 就是你沒辦法離開 那些社群啊 當然這 就也包含 社群軟體 就你沒辦法 沒辦法離開人啊 就會有人一直聯絡你啊 或者是 你沒有辦法 避免自己一直看 那些別人正在發生的事情 對 這些我覺得都是 所以現在的人 反而是要 就是流行 你要怎樣 能夠獨立 這也是為什麼 大家都會有 就是 比較還蠻多人會有 就是要需要 想要怎麼樣 可以習慣獨處的 困擾的原因 也是因為這樣子 那 就是 像你跟別人講話的話 其實你也會發現 講話其實有兩種類型 就是有一種是 有一種人講話是有內容的 有一種人講話是沒有內容 那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說 因為 你講話 你講話一定是把你 腦子裡面在想的一些事情講出來嘛 但是當你 就是講太多 講太多話之後 然後你都一直沒有接收新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一直在 講一些 沒有意義的內容 就是你可能就是 講一些很空泛的內容 就是每天就是討論說 喔那個東西好好看啊 那個東西好好吃之類 就是你就是 你就是漸漸的 你就變成只能講這樣子的內容 但你就會發現有另外一種人 是他們講的 講話的內容是 真的有 東西的 就是有分成兩種人 就是他可能 他就代表說 有一種人是他就是 只有一直 一直講 一直講 一直把腦袋的東西 全部都拿出來講 那種人是他有去接收東西 然後後來又拿出來講 所以 他講出來的東西就是 有內容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的人就是 需要去透過獨處來避免的一個現象就是 要避免自己變成那種 講話沒有內容的人 因為我發現就是當你在 呃在就是過 一直一直在社交 一直跟別人相處的時候 你會沒有時間去接收 你想要接收 就是你的腦想要接收的一些 一些一些內容 然後因為你跟別人相處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需要講話嘛 所以你就會一直需要 然後把自己腦裡面的東西掏空 然後漸漸的你就會 開始發現自己已經講不出什麼 講不出什麼東西了 因為你可能就是太久沒有看書 太久沒有看任何就是 呃 改編自己想法的東西 你就是一直把一樣的東西 一直拿出來講 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說服自己 說服自己 就是 獨處是一件很好 而且必要的事情 的 一個內容 就是這樣子 因為 當你就是都沒有獨處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就是會變成 很容易就是會變成 就是 講話沒有內容的人 因為你沒有時間去接收嘛 所以你就只能一直講 重複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 真的很需要獨處的原因 是因為 我覺得過度社交 好像會導致注意力換散 這個是我自己 自己的觀察 因為 我覺得以上其實都算是 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是 可能小時候就是一個 從小就是一個很愛講話的人 但是 我就是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然後就到某一天的時候 我就突然發現就是 我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就是我很像只是 為了講話 而講話而已 就像剛剛前面講說 我就是一個在一直狂噴一些 沒有內容的 就是的話語的人 然後 然後 那個時候 我就發現 我就在講 我就覺得為什麼 就我就覺得我以前不是這樣 但是我後來就發現 原來是因為 當我一直講一直講的時候 就是我真的已經沒有東西可以講了 就是我到底是在 我到底是在幹嘛 這種感覺 然後 在注意力換散這件事情 我自己的觀察是 因為我覺得 好像 社交是一個 社交都是那種 充滿突發性的事件 就是可能是 別人講了一句話 你就去接他一句話 然後我講一句話 之後他在接一句話 就比較像是一個突發的 他不是一個連續性在做一件事情 就可能你上課 或是看書 或是做一些其他事情 可能是 一個線性的 一直 一直在做 但是你 在社交的時候 就是蠻像一個點狀 就是會一直有 一個 就是會很像有球 一直丟過來 你就接 然後再丟回去 那種感覺 然後就會導致 長久以來 一直在這樣的環境下 就會導致 很沒有辦法注意力集中 因為你永遠都是在等待 有球砸過來的時候 我就去接這樣子 然後我接到球之後 就把它丟出去 一直在做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就是會反而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專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因為你永遠都是 你已經習慣一個模式就是 有東西過來的時候 你就 你就把它 你就把它反 就是把它推回去這樣子 但是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有人可能就會說 欸我覺得你是一個反應很快的人 對 這的確是社交給我的一個好處 就是可能 別人跟我講的東西 欸我很快就可以 給他一個回覆 但是 不好的點就是在於說 這些東西都停留在表面上 然後 我就是沒有 我反而沒有辦法 有一些比較 比較穩定的 一些內容基礎 就是我只是 可以很快的回覆 回覆一些內容 啊別人可能講一個主題啊 我就可以很快接上 雖老公不知道那個主題是什麼 對的確就是我有 我有得到這樣的優點 但是 我覺得我還需要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 還需要 一些真真實實的內容啊 就是我覺得 可能少講點話 可以讓我自己變聰明這樣子 這是我自己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 就是 說服自己獨處的一些 一些原因 我覺得以上可能都是 因為 就是花太多時間在別人身上 每天都在想 每天都在講別人發生的事情 然後解決別人發生的事情 然後 A是怎麼想我的 B是怎麼想我的 之類的 反正就是沒空啊 然後就是 我覺得自己 因為過度的社交 而變得很愚笨 所以 就是 以上這些點 就是我列出來 就是 大家可以想想看 自己有沒有這樣子的狀況 會不會因為這些 會不會因為這些點 而想要 改變自己之類的 反正以上呢 就是我列出一些點 然後給大家參考 就是 也許這些點 可以成為 就是讓你覺得 你想要下定決心 要 習慣獨處的一些原因 就是 你用這些原因 來說服自己的話 你就要先說服自己 說服自己說 你真的想要獨處 那你可能原本的 原本你有個 你原本一定 想要做這件事情 有個誘因嘛 但是你有這些誘因可能還不夠 然後這些就是 提供給你一些 你原本 可能有的一些問題 然後 如果你覺得也有的話 那它就可以成為你 就是想要 習慣獨處的一個動力 所以 那你不一定有這些問題 那就是 如果你有其他 你有想到自己其他的一些 可以說服自己的 一些理由的話呢 就是你就自己加入這樣 那以上就是我自己個人 有想到的 有想到的一些 一些點這樣子 就這些就是促成 我決定要 我下定決心要 獨處的一些原因 那把這些東西都 疊出來之後 你就會覺得自己 就是非常有迫切的理由 需要改變現在的生活心態 然後 然後踏入新的習慣這樣子 對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對我來講一些 就來進入第二階段講 到底要怎麼 到底要怎麼開始做 講一些比較 原則性的方式 那大家一樣就是要 找適合自己的一些方式 反正主要的 關鍵就是要 讓 可能原本太 太長 太長跟太長 活在熱鬧當中的 的一個習慣 然後改成就是要 忍一紛擾 習慣安靜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重點 那當然 終極的目標呢 是能夠 在就算很吵鬧 就算很熱鬧的環境當中 自己也能夠 自己也能夠 靜下心來 但是因為這很困難 所以呢 我們當然就是 從簡單的開始 就先把 先盡量把一些 比較會 會營養自己的 的一些 就是障礙物先 先排除 先讓我們在 安靜的狀態下 心裡也能夠安靜 就不容易了 所以 所以呢我們就 第一步就是 先 先減少 不必要的 社交 因為你不可能 就是真的說 你完全不社交嘛 除非你不去上學 不去上班等等 就是你一定還是 會有些必要的 那可能有一些 重要的朋友生日 你也不能說 喔因為我正在習慣 因為我正在習慣 督促 所以 所以我就是別人 就是重要的朋友的 一些生日 或是什麼聚會 然後你也不去這樣子 這樣我覺得就是 原本莫倒置了 那 所以只是 減少不必要社交 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 如果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重要的事的話 就不要 不要一直就是要硬要約 那種感覺 而不是說 真的完全 完全不要去社交 只是說 可能原本 欸你禮拜六 有一個重要的社 有一個重要的聚會 但是禮拜天沒事 那你可能原本 因為你很不喜歡一個人 那你可能禮拜天 就會一直狂約人 但是你 你現在就可以把它改成 那你重要的事情 禮拜六你還是去 那禮拜天的時候 你就 你就安排自己 有嘗試獨處的一個時間 反正總之就先安排 安排一些時間出來 就是沒有重要事 就不要飲酒 那種感覺 所以就安排 先安排 先安排 先找到一些時間 安排時間 然後 第二步的話 就是要 確實的阻隔 其他人進入你 這個 嘗試獨處的時間 要不然就沒用了 就如果你 安排一個時間 然後就有別人 一直進來吵你 或者是 有別的事物 就是過來干擾你的話呢 這樣就 就是失去了你 要習慣獨處的這個 這個修行 所以 就是不管是手機 或是 手機的一些通知 或是現實 就是都要完全的 完全的阻隔掉 就是不要 不要看 就是別人傳什麼訊息給你 然後不要滑別人的現實動態 就是 你要做一些 只有你自己一個人的事情 就是要把其他人 全部都排除在外 然後現實也是一樣 就是你不要一開始 練習獨處 就跑去 就跑去外 就是跑去咖啡廳 或是幹嘛 就是人很多的地方 要不然你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只會 就是你原本如果是一個 喜歡惹鬧的人的話 你到那些地方 你只會一直看別人 就是看別人在幹嘛 然後看別人在開心的聊天 看別人在聚會 然後聽別人聊天 就是 你就是會一直在看別人在幹嘛 然後覺得說 就是別人都有約 然後就我沒約之類的 你就這種 這種 很多這種想法 就會全部都跑出來 所以 就是不要 好不好 就是先 可能比較好的 就是在你自己的房間裡 或者是 如果你能找到一個比較 就是 可能 圖書館安靜的角落 之類的 反正 就是 我覺得可能有 可能在外面比較困難 最好可能就是 先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實施這個 獨處的練習 然後 接下來就是 你可能要開始進入 開始進入這個 就是獨處時間的一開始 我覺得可以建議就是 先進行個 簡單的 冥想練習 就是 冥想這個東西雖然說 聽起來一直以來都是 有些人覺得很玄啊 但其實 真的不是真的蠻不玄的 就也不是什麼 很 很酷玄啊 就是 有什麼妖魔鬼怪的 一些 東西 就是它只是 就是 讓你去 嘗試就是 專注在你自己的 呼吸上面 然後 透過這個活動啊 讓你就是比較 能夠排除你的雜念這樣子 就是你 你只是透過你先 因為你一定會呼吸嘛 那你就 就是你不肯停止呼吸 所以你就 可能就是閉眼睛 然後就是 專注在自己的呼吸上面 你就可以 先暫時進入一個比較 暫時進入一個比較 比較 安靜穩定的 讓自己進入一個比較 安靜穩定的狀態 那這個不一定要做 就如果你需要的話 如果你需要 就是一個 比較 有 疑似性的開始 或者是怎樣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嘗試這個 你可以嘗試這個部分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 你就 你就先從 盯著一個東西看 然後不要想其他事情 也可以 就反正就是這種 你可以自己 找自己的方法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就試試看 就是你在找網路上 隨便找一個什麼 什麼冥想練習的影片 就是都可以 反正就是 你就做一次看看嘛 對 然後應該做了之後 會有 會比平 會比原本的 會比原本那種 很躁動的心情 應該會稍微好一點 但是當然不可能說 你做一次之後 就直接變成 變成就是 入定還是怎樣 不太可能 那 反正就只是先讓你 有一點暖身這樣子 然後第三步的話就是 就是 因為其實冥想要 維持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 其實不太容易 對一般人來說 尤其是對於 如果是喜歡熱鬧的人來說 其實是更不容易的 所以 就是 就是 直把當 就我們這邊就是 直把當成一個暖身 所以第三步之後 就是開始 就是進行 專心做你 做你自己的事的 一個狀態 因為我覺得可能 對於 對於就是 比較不容易專心的人的話 還是找一件事情來做 是比較 是比較容易維持的 就是如果你要在那邊 就是專注在自己的呼吸 這件事情上 一個小時的話 我覺得一般人 應該是做不到 所以 所以第三步的話 我們就開始找一些事情 來做 然後就是找一些 不需要別人的事情 自己喜歡的事情 這就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找自己 夠喜歡的事情 要不然你一下 就會被 就是被分心 就是馬上就會覺得說 就會開始 就是做一做 就開始想一些別的事 就是所以說 我下禮拜又要跟那個誰出去 或是說 其他人現在在幹嘛呢 之類的 心中就會開始浮現 其他人的影子 那就不太好 因為我們的目標 是想要 想要就是 習慣自己一個人嘛 然後就不要一直去 想一些 不要一直去想其他人 好不好 就是我們現在要 專注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是 找自己越喜歡的事情 越容易 越容易就是 開始這個活動 然後 最好是找一些那種 你可能之前 之前因為你 就是因為你太常 就是在 人群當中太常社交 而沒空做的很多事情 就是可以在這個時候 把它 拿出來 做 就是 不管是你的興趣也好啊 或者什麼的 看你想要幹嘛 就是可能 彈琴啊 或者什麼的 練習一些東西 這都可以 看書 我覺得比較容易 如果你真的是非常 沒辦法的人 應該是從看 看電 看電影看電視劇 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 做這些事情的話 因為它 它有個動態正在進行 所以 你本來就比較不容易去 你本來就不容易去 分析其他東西 你可能就會 它一直在動 然後劇情一直在 劇情一直在往前 你就會 你就會 不由自主的跟著它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入門的 然後 接下來的話 看書也還行 就是 因為一樣 就是它有一個內容 一直在進行 所以你就比較容易 你就不會就是 做一做然後就 看一看然後就去想起 如果它故事夠精彩的話 你可能就 會一直看下去 就不會 就是不會那麼容易分心 去想其他 想其他的事情 或是想其他的人 對 然後 如果像 比如說一些藝術相關活動啊 比如說彈琴啊 或是畫畫這種 也是可以 看個人的 看個人的喜好興趣 還有天分 就是 要不然如果你做 你真的彈得太糟 或是畫得太懶的時候 其實也是蠻容易分心 所以 大家就找適合自己的 自己的活動這樣子 因為 如果你是 就還蠻喜歡畫畫的人 應該 畫畫蠻容易可以讓你 就是 忘記其他的事 所以這可能就對你來說 是一個 是一個好的選項 這樣子 所以 就 反正就是 盡量去找一些自己 能夠 能夠專心的事情 因為我想說 可能 希望可以 自己可以習慣獨處的人 可能有 我以上那些 我以上 我第一階段 提到的那些問題 可能是 有那些問題 或者是 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你可能是 分手的人 那 分手的人就是 希望可以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到 可能以前的對象 之類的 所以就是你要做一些 你要做一些就是 你真的會很專心的事情 就是不要去想到 其他的人 假裝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不存在 這樣子 那你就自然的 你的前對象 也不會出 也不會浮現 在你的腦海 就是假裝世界上 沒有任何人 這樣子 陪自己一個人 hold得好好的 一個狀態 那我覺得 如果你這些事情都做完了 就是你可能做完 你可能至少 一開始可能 做個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就是慢慢增加 那第四步的話 我覺得就是 你做完這些事情的時候 做一些簡單的 新的紀錄 就是聽起來有點好笑 有點像國小的 每日 就是你知道什麼 日記 小記 之類的 就寫在聯絡部裡面那種 有點智障 但是我覺得 也不是那麼智障啦 就是你就寫一下 今天做完這件事的心得 例如說你今天 看了一個 一個劇 我覺得你就可以寫說 有自己的時間 可以看電影好棒 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 人還蠻健忘 就是就算你 你可能今天做完這個 做完這個 自己一個人的獨處的 活動之後 你覺得說 你當下其實覺得說 其實是蠻好的 就是 我看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做這件事情 其實蠻好的 你當下可能這樣覺得 但是如果你在 你過了可能 過了兩個小時 就是沒有再做這件事了 然後你 你可能心情狀態有點低落 或是 怎樣的情況 很容易就是會忘記 你當 你那時候做的成果 其實是不錯的 然後你就會開始 又開始想說 喔 有點想念什麼 前對象之類 或者是 你可能就會開始想說 我想好像跟朋友約出去 對 然後這樣的話 你可能 你可能下一次進行 就會不順利 所以我覺得 建議是寫下自己 這一個獨處練習當中的 一個美好的經驗 讓自己記得 因為人還蠻健忘的 就是 尤其是在養成習慣的時候 特別健忘 所以 就是 可能你就記錄一下 就是今天做的 今天做的事情 然後怎樣 很開心 我覺得也算是 給自己一點鼓勵吧 就是 覺得你有 你有做到一件事情這樣子 或是 就是說 今天電影好好看之類的 也可以 我覺得這一步重點就是說 你要 增加你下一次 繼續這樣做的 一個誘因 因為我覺得可能你 今天講完這麼多 你可能就會做 第一次可能會做 第一次蠻容易的 但是你要怎樣讓自己 把這件事情 做第二次第三次的話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了 你可能就是這一次做完之後 你就覺得說 好像也還好嘛 就雖然當下可能做的 還算OK 因為畢竟 找自己喜歡的事情做嘛 但是 你第二次 的時候你可能就沒有那個 誘因來 就覺得說 上一次只是做一次而已 也沒什麼感覺 我也沒有因為這樣 就習慣獨處 就是廢話 當然不會因為這一次 就習慣獨處 只是說 就是你可能回想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說 好像做這個練習也沒有很有幫助 所以你就很難去做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第四步就是 紀錄新的部分 我就是覺得 你可能把你這一次的 比較好的經驗 寫下來的話 你下一次比較容易 能夠 再就是有機會 能夠再做一次 因為畢竟我們像我們的 接下來進入到 第五步 第五步的話就是 你要重複做嘛 所以第四步如果沒有 先建立一個 讓你有辦法 有辦法重複做這個練習的基礎的話 你可能就 停在 停在這裡 就禁止一次這樣子 我覺得很多習慣養成都禁止一次 就自己鼓起勇氣做了一次 但做一次之後就覺得 好了還好 然後後來又 就是不願意再做第二次第三次 那這樣的話就永遠 沒有辦法成功 所以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就是 雖然聽起來是最智障 但是 是蠻重要 就如果能夠把好的一個心情 寫下來的話呢 下次就可以增加你 繼續做這個 你繼續做這個事情的誘因 所以 很重要 記得 這個信德紀錄一定要做 對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有辦法能夠維持這個 有辦法能夠維持這個 這個習慣 就是你每個 每個禮拜啊 可能就安排一些時間 來讓自己練習 獨處 然後就把以上的 以上的步驟 就是做一次這樣子 然後就看 可以盡量多 可能先從一個禮拜一次 比如說假日的其中一天 找一個時間 來做 然後從一個禮拜一次開始 然後 之後你可能就是 連平日的晚上 也可以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也可以 也可以做一次 然後這樣久而久之呢 就可以 變成一個 本來就習慣獨處的人了 就是這樣的簡單 對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的 連我都 還算做到 就是有做到 一點了 所以應該 其他人也做得到 對 這是我的 這是我個人經驗這樣子 算是我自己有 我自己有做到之後 我才跟大家講 就是不是說 就是都我在講這樣子 對 因為前面就有講到說 以前也是 很 很瘋狂的人 就是每天都是要一直在那個 用通訊軟體 一直跟別人聊天 但是 現在的話呢 就是我就改變了 就是因為 就是我有先 理解到 我為什麼需要改變這件事情 然後 就有先理解到為什麼要改變這件事情 就像第一階段講的那些 心態調整 就是要從原本 很習慣熱鬧的一個人 要把改變成 要把改變成習慣獨處的話 就是需要 先了解 現在對我有什麼不好的 所以我為什麼需要改 我為什麼想要改 然後把這些東西都 都確立下來 然後 欸如果我能夠獨處的話 我能夠給自己什麼好處 例如說 可能就少講一點話 我就可以變聰明 然後或者是 可以多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讓自己 可以做自己的事啊 或是讓自己可以 可以變更好 或是思考自己的規劃之類的 都很 都很好 對 所以就是 有把 就是可能原本 不好的 不好的 就是原本生 原本的生活心態不好的點 列出來 然後 如果成功做到獨處 有怎麼樣好的 效果 列出來 就是讓自己有 就是足夠的誘因 可以去執行這個計畫 然後 進入做法的話 就是 就是 做法的話就是 要 知道自己的目標 是要遠離 遠離紛擾 然後習慣一個安靜的 習慣一個 安靜的 平靜的內心 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就按照 以上這個步驟 就是 再 簡單整理一下 就是第一步就是 第一步就是 減少不必要的社交 然後 就是 固定安排 嘗試獨處的時間 然後第二步就是 要完全的阻隔其他人 不管是 手機或是現實 然後就是要把這些 所有人的東西都先排 就先排除 然後 再進行 可以進行一個 開始的 開始的儀式 像是冥想練習之類 先讓自己 稍微的 進入狀況 然後第三步的話就是 開始專心 開始專心做事 然後 找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開始入手 第四步的話就是 要記得 記錄心得 我覺得這 就是最重要 一定要記錄心得 讓自己下一次 重複做的 就是要重複做的時候 有更大的友誼 就是記得 這一次的經驗 有什麼好的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要重複的 重複的就是 安排自己讀出的時間 然後讓自己 重複的做 這樣子 那現在這樣 大家應該都有一些 初步的了解了 那 第三階段的話就是 提醒一些簡單的 注意事項 那反正我覺得 在這部分中 最困難的應該就是 最困難的 注意事項應該就是 去摸手機之類的吧 因為你 只要一去拿那個 手機的話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 有誰跟你講 什麼東西啊 或是 反正就是你會 一直去看別人的 東西 就是馬上就會 跟其他人 產生一個 產生一個連結 所以 就是不可以 手鍵去 去拿手機 或是如果 你要碰手機 看時間 或是幹嘛的話 就是你必須 就是把那些 通訊軟體的 那個通知都關掉 或是把那個 把那個鎖住之類的 把那些APP鎖住之類的 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找別人 去聯絡別人 要不然一切就 一切就沒用了 所以 就是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去摸 然後最好的話呢 是盡量 連 想也不要去想 反正就是 你什麼都可以想 就是不要 你可以分心 因為 就畢竟我們不是一個 完全的專 不是一個專注 不是專注練習 是一個獨處練習 所以 你還是可以 你還是可以分心 但是就是不要去分心 別人的事情 或是 反正就是跟人有關的 就是杜絕 杜絕 就是 你可以想 等一下要吃什麼 但是就是不能想 等一下要跟誰去吃什麼 就是 這樣就不好 所以 那一開始的 練習的話 可能會 很容易想要去 很容易就是會不小心 去想嘛 或是不小心去聯絡別人 不小心看別人的現實動態 但是所以我覺得 就是很重要一點就是 千萬不要讓自己沒事做 因為 就是沒事做的獨處 不是給那些已經習慣獨處的人 才有辦法 做到的 如果你原本就是沒有辦法 習慣一個人的話 就不要讓自己沒事做 因為你沒事做的時候 就會開始想別人 所以這樣就是 絕對不行 對 所以就是 所以才會就是在做法的地方 跟大家講說 就是要找自己喜歡的事情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你必須用一個 你喜歡的 你喜歡做的事情 來去壓過你 想要去找其他人 想要跟其他人連結的一個 的一個想法這樣子 必須要有一個更大的 更大的事情來 就是destruct你 你才有辦法 不要去做 不要去做聯絡別人的事情 所以 對 不要讓自己沒事做 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事 但就是不要沒事做 好那 今天差不多 就 主要的內容 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 最後我想要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 會說 就是 獨處是 自我解放 因為 我覺得就是像前面 開始講到一些 一些 想要獨處的 底油 當中就是有 提到一些點 那 那些點就是有包含 講到說 可能別人會給你一些 精神壓力啊 之類的 那今天的主要內容 差不多就講到這邊了 那在結束之前呢 我想要跟大家 順便講一下 為什麼要叫做獨處是 自我解放 那原因當然就是因為 在 嗯 還 還會獨處的時候 其實 很多時候 自己都是被各種 奇怪的東西給綁架的 就是 不管在 就是被 嗯 無法離開熱鬧的 這件事情綁架 或是 在人群的 眼光之下 不綁架 等等 各種精神壓力 所以我覺得 如果能夠 學會獨處的話呢 今時就可以 從精神壓力中 把自己解放出來 然後 同時因為 如果你 減少了一些 不必要的社交活動的時候 你也從 這些時間當中 解放出來 就獲得了更多的 時間 然後 在有這些時間之後 你也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了解自己 所以呢 同時呢 也是讓自己 變得自由了 就是有更多自由可以 可以去運用的時間呢 或是精神 所以 今天 就是想要 透過這一次的節目 跟大家分享 就是 一些獨處的好處 還有怎麼樣可以 習慣獨處 那今天的內容呢 就是我自己 對於怎樣可以獨 怎樣可以 就是讓自己 習慣一個人 怎樣可以成功的獨處的一些 經驗分享 就希望可以 對大家有幫助 那 如果喜歡 這個節目的話呢 記得 也可以給我一些鼓勵 就是 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給我心心 或是寫下你的心得 然後 如果對這一節節目 有什麼想法的話 也可以 用IG小盒子 私訊給我 那這次也就 非常感謝 就是那個問答 就是那個 IG的問答 意外的非常有趣 然後也感謝 就是讓我有 這一次的 主題的靈感 所以如果 其他人有更 其他的 煩惱的話 或者是其他的想法的話 也都 可以不用害羞的 跟我說 因為有可能 你想要 就是你有的困擾或是 你想知道的事情 其他人也會想要知道 那 今天的節目 就差不多到這邊 結束了 我們 就下一次見吧 掰掰